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言,你节目主持Larry 我说这一节的世界图消息想和大家说一下,美国都会对乌克兰始终有新消息 未来会有一个新的伊朗2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会提供给乌克兰 今次一个新一波的军援20亿美金,大家都会把焦点放在有没有新的突破性战略性武器提供给乌克兰 因为最近很多消息说俄罗斯结集了20万大军,未来会再次攻击几乎政府 所以要看看美国这一波军事援助有什么新的看头 说回今次20亿美金里面,其中一波军事援助有17亿2500万 来自USAI,即是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里面 里面有些武器,例如我们今天会说的,叫GLSDB 一个是6机型的小直径炸弹系统,可以交付给乌克兰 其中它能够用到高机动性的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去发射 令它的射程可以足足到平时的一倍,超过150公里的打击范围 究竟这个武器可以帮助乌克兰什么呢? 例如说会不会令到它在乌南反击之下打到更多目标呢? 甚至将来可以对它们攻击克尼米亚,修复它们已经失去8年的领土 究竟有多大作用呢? 而这个我们说的GLSDB,这个6机型小直径炸弹 如果在乌东那边的作用又会有多大呢? 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记得帮忙给like和订阅的时候 也记得按铃铃,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节目出的通知 好,说回20亿美元的军援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系统会出现 包括一些反无人机系统,反炮兵雷达 这些在战争上都需要用得到的东西 另外我们有之前说的Puma无人机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很喜欢使用 这部侦察机,我们说ISR的情监征来说 是相当不错的一部无人机,相当容易用的 另外也有外国者的防飞弹 这是相当重要的防御CC 亦是防止乌克兰有更多平民伤亡的神器 我们昨晚和大家说了M2 Bradley的步兵战车都已经准备 很快就会来到乌克兰的情况 60架上了民营船 接下来这20亿里面会再追加 Bradley战车的零件 当然还有4亿美金 可以拿来做一些防地类的车 或者一个导引多贵防战系统 即是GMLRS的弹药 以及接下来可能有更多M270 M142等等的海马斯系统 会再来临乌克兰去帮忙 我们今天的重点会聚焦 由地面去发射的小直径炸弹 我们说这个6基型小直径炸弹 GND LAUNCH SMALL DIAMETER BOMB 主要是建基于两件事情 一个是M26的火箭发射器 另一个是SDB的小直径炸弹 首先我们说到这个武器很有趣 它将GMLRS 即是多管火箭发射系统里面的火箭炸弹 再结合传统小直径炸弹 例如我们说 由第一代由波音研制的小直径炸弹 再结合海马斯的火箭发射器 即是M26的火箭炸弹 M26的火箭炸弹 因为不低 所以接近相当丰富 将它结合 你会看到 将它前面的Valhack section 拆除它 然后只将小直径炸弹 放在上面 其实就已经搞定了 所以炸弹部 完全靠SDB搞定了 SDB大概是250磅的武器 本身亦有相当强的电子抗干扰 所以对方如果想用电子干扰 其实它能够做到一个抗干扰的功能 本身是一个惯性导航 再加上GPS系统 就双重结合 去对付一些比较远的目标 所以其实它也算是一个多用途 以及可以做到一个穿透性的爆炸 包括穿透性爆炸弹头和碎片弹头等等 Fuse引讯也可以设计 所以可以有不同的引讯 所以大家能够想象 它本身可以结合了M26的火箭射程 大约70-80公里 再配合SDB自己的滑墙攻击距离 所以为什么可以去到超过150公里的攻击范围 真是结合了两者的优势 谈谈GLSDB第一,它真的便宜 而且真的经过了战斗的验证系统 谈GPU39的编号 110公斤,相当精准又便宜 一支大概400美元 所以用起来相当便宜 库存亦相当多 而它本身因为相当精准 在攻击度至少至1米的不差 基本上差不多是必中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优势上到明前 第一,包括它比起现在的海马斯 范围会大幅增加 第二,它本身也是一种制度火炮 所以不算是一种浪射 亦不需要大量发射 追求一个大面积的杀伤 亦不需要 精角度到1米以内 所以算是一个相当精准的武器 亦是全方位的攻击 不需要有任何死角 或者射后又需要注意到任何防卫的情况等等 另一个,它可以有不同的发射 所以令到它们不同的目标 都能够同时攻击得到 全天后攻击,一天24小时都能够后命 不过有些隐藏的好处是大家评论的 包括它用了M26座推后 到它产生了SDB小直径炸弹 自己飞时,它有点像巡航飛弹 即是它的GPS的调控 可以让它回避一些地形 例如山麦,甚至乎它可以 因为有对方的雷达网 在这时,可能能够躲避到雷达网的情况 所以可以这样说 可以在对方的雷达网之间 卷洞卷纳 可以穿越这些防卫 攻击你重要的目标 另外,因为它 我们说到小直径炸弹 就像一架小型飞机那样 滑翔机那样转来转去 所以不容易被对方的反抗兵雷达 捉到你的位置 因为它完全不是一个弹道的攻击 它是一个弹道射上去 然后大概在70多公里之后 80公里之后 已经由SDB自主飞行 它飞行的时候 轨迹和原先发射的情况 完全不同 它保护发射的位置 避免被对方发现 然后打击 它本身的引讯又可以编程 Program它可以早点迟即爆 可以做几件事 包括如果你是做delay fuse 你可以突入对方的掩体才爆 即我们俗称 一种有穿透力那种爆破 如果你提早引爆也可以 变成碎片的攻击 可以对一些地面 比较脆弱的目标 造成大杀伤力的破坏 例如对方的装甲部队 步兵等等 当然SDB到现在已经到第二代 例如我们说到雷神 第二代挺好的 它还有Laser 即是有Laser Guided 激光制度最好的 就是它可以打移动目标 这个我相信对乌克兰来说 也是同样重要 追踪着对方的装甲部队 透过尼华凯马斯的系统 同时发射几飞的情况便走出去了 然后他们最后化作SDB Watcher 追踪一些前面的 可能变成了一个BTG的装甲部队 到时可能用碎片 高爆的碎片 然后对附近的装甲部队 造成致命性的破坏 由于它能够有Laser Guide 激光制度 打击这种移动目标 都不是无可能的 所以我们看到结合了 火箭弹和小直径炸弹 这种玩法 利用火箭助推 加长射程 再利用到SDB本身 就是一个相当隐蔽的功能 去攻击对方 无从辨认到你的发射点 这对对方来说 俄罗斯的军队 是一个很致命的打击 俗称无仇报 当然你能够由M270 或M142等等 我们说这种火箭发射器 发射又可以 甚至乎你放在一些 普通的pick up truck 后面 发射等等 你改装了都可以 你用货柜箱 即是我们看到之前 SARP和波音 他们去做的示范 都是在货柜箱里的发射 又可以的 这就是因为不需要用到车 令整件事更隐蔽 而且可以移动 例如你放在货柜箱里 你可以放在海上 放在陆地 随时移动的货柜箱里 没有人会知道你里面装什么 说到今次 即是美国提供的GLSDB 六基型的小直径炸弹 对美军和对乌克兰来说 都会有一些优势 其中一个大家都常常忧虑 就是美国的武器库 会否经过乌克兰战争 需要一个大的洞去填补 但我们看到 包括小直径炸弹和这种火箭弹 其实美国的库存是相当大量的 所以也不需要大量消耗一些 或者新生的生产线的建造过程 如果美国政府做事快手的话 很快的 如果这样批准 就大概今年可能Q3Q4左右 就能够交付给乌克兰 两个发射器 每个发射器有6飞 加上12飞 再加24件武器 当然如果做得快就这样 做得慢点 可能也要去到2024年 甚至可能去到2024的Q3Q4 到时再将发射器 有12个 再加上750个这种 加中火箭之后的小直径炸弹 有750个 交付给乌克兰 当然大家不用太担心 到时的生产会不会有困难 因为说真的 你只需要将 现在美国库存的小直径炸弹 多得狠 再加上M26火箭 又是多得狠 组装完就完成了 不用特地做个新的 基本上你将库存有的东西 炒一碟 就叫做完成了 所以理论上 GLSDB是一个比较现成 和能够解到 燃灭之急的武器所在 所以也希望美国政府 可以果断点 快速点提供GLSDB 给乌克兰 可以打击到俄罗斯前线 更加深处的高价值目标 大家看到海马斯 已经有这么强的威力了 自从乌克兰用M142和M270 一直打击俄罗斯的后方 例如他们的桥梁 他们的弹药 和燃料库都做得相当出色 打他们的指挥 打他们的控制 全部都相当成功 尤其当时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 两个反攻之前 令俄罗斯部队后勤重创 前线无法推进 这些全部都是那两场反攻大截 发挥了关键作用 另外,乌兰也一直呼吁美国 可以提供陆军战场低弹 ATACMS的导弹 交给乌兰再做更长的重心打击 一样由现在的载具M142和M270发射 射程到300公里 其实几乎一直都想要 但白宫一直拒绝 似乎都觉得如果能射到300公里 就直接打击到俄罗斯本土的重阵 也相当靠近俄罗斯的福地 或是京畿 莫斯科对普京的挑衅可能大了 亦令到战争升级 最后都是去到核战争的问题 但本台认为这些风险有点大了 如果送到ATACMS会提升到核战争 我相信这个风险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我们始终都未见到俄罗斯 有想激怒任何北约成员国的可能性 例如它会不会在北约成员国附近的边界做演习 甚至乎做一些长程的弹道导弹的测试 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大影响 你说它附近有放高超音速武器 去试试等等 都有的 但这些评论不足以令大家觉得 现在它们密密调兵去做这件事 如果说实质密密调兵、做演习等 我们看到是比较大的阻吓性的信徒 都没有怎么出现 所以提升到核战争的风险 在这一刻的情报 似乎是低得可怜的 所以我想都是作为一个补偿 既然我们说到海马斯平时射70-80公里的弹 现在可能也不是太足够了 可能说到80公里的目标 现在加推了GLSDB 陆基型的小直径炸弹 将射程推到两倍 都算是补偿 而乌克兰将会反攻目标 例如它打到哪里 让大家看看乌克兰将会打击的目标 大家看这张图 如果乌克兰利用到海马斯系统 例如现在最弱的那只 例如打击70-80公里左右 攻击范围大概就是这个小圈 就能够打击得到 推到挺前下的 推到新卡霍夫卡 克兰利用的地区 其实整个克兰州都能够覆盖到 整个克兰州收复之前 都能够不停打击俄罗斯的目标 当然如果提供了 A.T.A.C.M.S. 直到连克里米亚 差不多全境整个六桥都能够覆盖 现在折充方案 使用到A.T.A.C.M.S. 其中一个系列 炸弹可以炸到150 现在不是给这一只 是给了一个异曲同工的 GLSDB 即是地面发射的小直径炸弹 攻击范围有这一个圈 这一个圈圈 大家留意 起码都能够覆盖到 大部分的克兰州 和小部分的克里米亚的地区 你能想象得到 不可能一次过修复克兰和克里米亚 分阶段去打 都要先修复克里米亚 再打克里米亚 所以如果你能够把克里米亚整个修复的时候 大家再把这个圈推一推 你就能够发现 其实都差不多可以覆盖整个克里米亚 即是你放在下少少少克里米亚 就下少少位置攻击 其实都差不多可以 遮盖整个克里米亚攻击 这个要分两阶段作战计划去处理 这件事 另外它亦能够针对着克里米亚的铁路线 主要的干线在这里 刚才大家看到攻击的位置大概可以到这里 所以其中一个阶段 Jankoi的阶段 就会被严重打击 这个阶段大家看到也是一个架 即是一个枢楼 可以去到绿桥的位置 所以如果这里被打击的话 其实对整个俄罗斯 克里米亚半岛的军事运输 民用的运输都会大受打击 尤其是他们现在黑赤大桥那边 其实也被打断了之后 去到今年9月10月都未必能通车 去附运他们的货件去到克里米亚 所以克里米亚如果在这些情况之下 很可能会突然间失去一切对外的联络 或者外面对他们的军事物资的支援 当然了 烏克兰还未能这么快建立海军 进行海军封锁 始终克海艦队还要保持到 现在俄乌战争中的海上主导权 如果我们根据以往美国攻击 例如用Polo Pavement 去攻击一些移动的海述目标 例如小翼的巡逻艇 似乎128吨的巡逻艇 遇上这种炸弹都会有被激进的风险 所以就这么说 如果小翼的炸弹 一支不够就用了几支 饱和攻击黑海艦队里的军艦 其实也不一定要大 来打他们12000吨的巡逻艇 都已经令到黑海艦队人人致危 所以如果现在挖南能使用到 这种GLSDB去攻击 其实效应可以是相当大的 本身4万元一飞 所以本小利大 美国的库存亦多 所以未来会变成一个秘密武器 总之你能够有海马斯的发射器充足的载具 就能够在前线发挥到作用 它同样享有M30和M31那种装射武器的便利性 所以这种会否在未来 乌克兰是一个新的煞气 即利用到 6基型小直径炸弹 攻击前方 即不同的俄罗斯的高价值目标 亦可以迫使战术的攻击范围更大 令俄罗斯需要考虑前线指挥所是否需要后撤 如果后撤的话 其实对前线的掌控 又会作出不足的判断 所以这次虽然不是派出ATA CMS 但如果有GLSDB 亦帮助乌克兰将射程 提升不到4倍 至少提升到2倍 始终对收服乌克兰也有很大的帮助 好,这一节我们就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 包括大家可以选择 左下角的payme 或者右下角的转数快 就可以支持我们本台 大家收睇广告 或者可以考虑订阅我们的patreon会员频道 你见到这些节目收官的时候 你会见到的了 可以点击到图案 就可以订阅到我们的军武老虎 就有这个 识港广东话军事的军武老虎 喷林绝种 需要大家多多勘慨支持 好,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Larry 我们在其他世界范围消息和乌克兰节目 就和大家再见了 拜拜